Hello,朋友们,欢迎回来韬光玩具箱 今天咱们是来做一期烽火轮主线M-Piece的测评 这个Piece新模具超级多 我还是挑了这么几辆,我认为不错的,来说一下 首先第一辆当然就是M-Piece的大看板 新模具LB套件版的Lamborghini Huracan 这车之前我在资讯里面说过无数次了 今天到手觉得真的是不负期待 这车的原型是来自于新西兰漂移车手 疯狂麦克的作家 拿兰博基尼这么僵硬的车玩漂移啊 还真是有想法是吧 这个视频里Huracan的声浪真的是好听啊 火轮子出的这玩具车从真车相杀无几 主要不同的是火轮子应该是没有拿到红牛的版权 所以这个小车车身上是把原车的红牛都去掉了 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件挺遗憾的事 因为大块的红色是可以吸射掉车身灰色系主色给人家的单调感的 之前第一次看到这车资讯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的配色 今天发现原来是个简配版 不过还好在侧面呢去掉了红牛 但是风火轮是加上自己的红色logo 也算谣生于无吧 这个小车上手的感觉十分精细 感觉是特别好啊 这车呢 我觉得应该是我玩过的最棒的普卡兰博基尼拉 模具压住的细节很棒 同时漆面呢 也很有质感 印刷细致 首先呢先来看车身侧面 整体涂装纹路呢是完全复制了原车的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这些赞助商的logo啊印刷的真的是十分细致了 有一些人眼看着十分费劲的 印的也都很细 车门前部呢最明显的是火轮子 上面呢是有这个LBWALK 下面呢是有这个车轮的品牌Rotiform 车门中间呢是蓝薄金的字样 再往后这个下部啊 是MEDMAC Motorsport 上面呢还有这个LB的标志和LX 侧面看这个车轮也是挺用心的 因为这个真车前后的钢车是不一样的 所以风火轮呢也是尽量选了 俩比较接近原车的轮子改安上了 这个事我觉得必须夸一下吧 小车左右两侧的侧面画纹是不对秤的 整车呢给人一种用一大块 迷彩车盖起来的感觉 前一板上呢有这个柳丁的压住细节 上面呢还有拖油轮胎的字母 作为普卡呀 这个车的前辆真的是很可以 双侧大灯 正中间的蓝薄金的logo啊 印的都是特别细特别棒了 习卡中间呢是把红牛换成了双M 车尾部啊是不出意料的没有节操是吧 车盒上的尾灯压住细节倒是有 车的底部呢还是有这个双侧的四个排气筒 总的来说这个小车如果按照风火轮官方的定价 无疑呢它是超值的 但是淘宝现在价格炒的是比较高的 不急的朋友呢是可以等到NP4发售以后啊 再来买这个应该会便宜一些 接下来呢也是一个新模具 这个呢是火星征服者马斯克的特斯拉Cybertruck 之前呢我就说这车的外形啊 长得就跟科幻电影一样 到手看啊真的是像 这也难怪叫赛博是吧 冯火轮这个小车啊为了还原真车 采用了ZAMAC版的车身 更是增强了这个玩具车的现代感 呃本身来说这辆Cybertruck是很牛逼的 在新闻发布会的官宣上说啊 这车呢简直是无所不能啊 首先呢它的材料是航天飞机铜航合金 经马斯克自己介绍啊 这个呢是一个叫做304L steel的金属 耐热抗容 延展型和伸缩性啊都是碾压当今汽车的通纹材的 同时呢还可以抵挡这个9毫米口径的枪支的射击 全地形当然就不用说了 这车更厉害的是可以当船开的 马斯克自己说啊 这功能灵感呢是来自于007里面那辆会潜水的路特斯 此外呢 这车的升级版套件功能也很强大 甚至呢可以变成一个可以生活的小房子啊 看到这里啊 我觉得马斯克自称为火星征服者真的是有道理的 从我这小车模具还原度很高 有涂装的地方呢是主要集中在这个后车厢的上部 这是一个摸上去有雕刻感的黑色条纹涂色 此外呢车的前部以及后部调整的车灯啊也是有上色 这个小车由于是新模具啊 还原度也很高 我觉得收一辆是没什么问题的 第三辆呢也是一个不错的新模具啊 尼桑的LIF NISMO第二辆 这个是一个尼桑出品的纯电动赛车 它呢是之前一代的一个进化版 双电机四轮驱动 最大的输出呢是322马力 从这个外行道配色啊都是参照了官方标配 甚至呢它还还原了官方刚才的红标 车身的银色主色加上这个黑色的配色啊 花纹线条呢也是充满了现代感 侧面写着尼桑高科技 车门下部的前面呢是有空洞出气口的啊 这个开口呢是有模具上的压住凹线的啊 并且涂了色 后边呢是有NISMO的字样 车窗跟车顶啊这样看是一整块塑料 前面的细节特别棒 膝盖上呢是有这个压住的轮廓 往前看呢有logo有大灯 中网涂黑 压住的logo并且是有涂色的啊 侧面呢还有这个NISMO的小字 那车的后部首先是一个同车体一体的尾翼 下面呢是没有涂色 但是车体上啊是压住了这个NISMO的logo 车底是没有细节的啊 呃今天出的新模具 很多都是这种没有车底的细节 好的接下来还是新模具啊 这个大四翼的Type-R 这车啊通体洁白无瑕是吧 再配上这个白色的轮子啊 红色的内饰 简直是完美是吧 这车呢是第一代的四翼Type-R 它呢是在六代四翼的基础上制造的 被关以1K9之名 从前来看啊是有这个大灯和logo的 中网没有涂色感觉有点凸了 后边看呢倒是很不错 这个尾灯logo车牌 以及Type-R一个都不能少是吧 这个小车很漂亮啊 呃我这个不是四翼的粉丝啊 都觉得很不错了 第五辆同样是一辆日系 斯巴鲁的WX-R2B限定版 这车呢也是很漂亮 呃我觉得某些地方呢 甚至超过了刚才前面那辆洁白的思域了 灰色主色 车体上呢是处处透着拉力赛车的狂野和凶狠 这车的亮点呢是在前表 这个拉力赛车前面的logo啊 竟然是猛蓝粉的啊 以及下边左右两侧的灯盖上 也是用这个粉色写了STI的字样 这个呢是绝对给这个淑女车啊 增添了十分的纲目 侧面呢是一体灰色 没有太多的细节涂装 从后面看啊 有这个尾灯转向灯以及车袍 这个喜欢拉力赛车的朋友啊 是不要错过了 好的 那么今天的韬光玩具箱就到这里 还是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那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